南京钓鱼台公交站旁边有一条隧道建了好多年 却迟迟没有投入使用 都已经变成了睡觉的隧道 今天上午记者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 来到钓鱼台公交车站 在中山南路甘露桥下 看到了这处被曝光的隧道 沿着路边斜坡走下去 就是隧道的两个出口都被人用墙砌起来了 其中马路东侧的出口还装上了一扇蓝色的大铁门 那与一般的地下过街通道不同的是 此处地下通道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入口数并没有设立台阶 而且路面十分平整 那附近的居民表示 此处过街其实非常方便 为什么设立如此的地下设施 他们并不知情 那么这处地下设施到底有何用途呢 记者找到了秦淮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负责人郭女士表示 这里不是过街通道 只是甘露桥的寒洞 原本用于过水 后因成见原因 才将两边预留的洞口延伸到岸边 07年的时候 那时候启动西武华里 内秦淮河两侧环境整治项目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工程就在桥边上 当时就发现桥洞底下 有很多被大量的藏心 那些什么石荒的 那些身份不太明的人呢 占据在里面 然后呢 那里面环境呢 很差 脏乱差 我们呢 就对这个呢 进行了这个结合整治 环境整治嘛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对于如何将寒洞利用起来 他表示将向上级部门汇报后再商讨 江苏城市频道